大家早晨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星期二早上的天氣報告 今早大部份地區的低溫 都是在19至20度 比起昨天早上的低溫 普遍都是高了幾度 我們一起看看衛星雲圖 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今早其實元朗地區雲量不算多 而在太平山昨晚到今早看出去 都是大致天晴 主要是日出的時間有些低溫覆蓋著 不過我們預計今日都會大致天晴 日間天氣是炎熱 最高的氣溫上升至28度 吹輕微至和緩的冬至東南風 我們亦預計今日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是去到8度 一個甚高的水平 大家除了要外出 喝多點水 鎮防中暑之外 都要做好防曬的措施 預計未來幾天 我們元朗地區吹一些偏南風 主要有些薄薄的雲塵覆蓋著 所以我們都指望 未來的兩三天 都會是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都是天氣炎熱 而去到周末期間 一度冷風開始 會影響著廣東元朗地區 到時就會變得多雲和有雨 今節的天氣講到這裏 再見